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关系 委员们也许学无专精 也许委员们对法律的这个专业的素养不如你们 但是好歹你们提个对案吧 为什么你们那个对案都对不出来呢 包括我的这个提案 刑罚222条第227条修正条文 你特别提到亲属同居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 医疗或其他相关关系 受自己监督辅助照顾或共同生活之人 利用权势或机会而为性交者 现行刑罚第228条已有处罚明文 但是我讲的是刑期的加重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有明文呢 就是因为对你们的处罚明文 今天所有委员提出来都是有处罚明文 都是对你们的刑期不满意要加重其行 对不对 对于那个性侵 这个七岁以下的 十四岁以下的 我们认为不够 太可恶了这些人 所以都在加重其行 你怎么对于委员的提案都很佩服 都很敬佩 但是你意欲博斥 然后你们提不出对案 这个不太对吧 报告委员 我们事实上是正在积极的 在严理 可是已经有很长一段 市长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家整个社会在沸腾 民怨在沸腾 大家提出这个案子 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们一直研议不出来 在这么一段时间 会不会又有类似的恐龙法官 再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判决 就在这一段期间 你们没有想到那种事情的迫切性 你知道今天这个案子不过 我跟主席报告 今天这个案子不过 仗是记在谁头上 仗不会记在法务部头上 仗不会记在司法单位头上 仗是记在马英九总统身上 跟我们立法委员身上 认为说你们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的状况 你们动作那么慢 你马英九 你太无能的不下命令 你立法委员是眼睛瞎了 都不知道民意在哪里 结果是你们行政单位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推荷 还写出一个 写出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文字 这是不对的 我可以以后把这应给大家看 今天我们的行政部门就是这样子 我就请问 如果这样下去又是谁倒霉 今天谁在执政啊 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心里的感受 最高法院决议 未来只要与未满七岁幼童性交 应加重 应依加重强制性交罪判刑 这个决议应该生效咯 是不是 他当然他决议 对于所有的各级法院的法官 都有约束力 他他他当然有实质上的拘束力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法律 可是他有实质的拘束力 可是最高法院又表示 七岁以上未满十四岁的男女 民法上归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以具有一定表达能力 应能表达何意性交与否 请问 这个孩子 这些年轻的孩子 什么叫何意性交啊 当然这个各界有不同的意见了 就是 七岁以下 七岁以上 对不对 一定具有表达的能力 因为七岁以上未满十四岁 那他七岁半呢 他就懂了 七岁以下他不懂 七岁以上 七岁半他就很懂 什么叫何意性交 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解释啊 市长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吗 我的猜测了 是因为他们跟刚刚主席 这个赵伟也提到了 事实上他们是根据 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来演绎出来的了 因为 民法第十三条规定 满二十岁 你合不合理吗 那因为 你不要猜测 你今天上次猜测 我们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本事可以去猜测你法官的用意是什么 你最高法院的用意是什么 我没有这个能力去猜测 我只要那个实际上发生的伤害 跟实际上那个加害人 他受的惩罚是什么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案子不过 我觉得这个账应该怎么算 这个 所以各界对于是不是用七岁来作为他有没有同意性交能力的这个界限了 还有不同的意见 你刚才讲 说哎呀 这个七岁以上或十四岁 七岁到十四岁 也许生 对了 现在营养很好了 每个小孩有十四岁 小孩在家跟个少女一样 甚至像个十七八岁 加上打扮你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你认为说身心发育的状况都不一样 是不是刚才有解释这样 十四岁 他就算穿了大人衣服 他擦了口红 出了头发 好像是 好像是个小姐 可是他还是你 他心灵是幼稚 小孩穿了大人西装 小孩十岁了 孩子十四岁 还长得跟一百八十公分 穿着你的西装可能比你干起来更帅 可是他毕竟是孩子啊 是不是 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出去啊 你能够认为他心智成熟的吗 所以我们现在两百二十七条 它是规定未满十六岁的 跟未满十六岁的人为性交行为 或为猥亵行为都是要处罚的 只要是未满十六岁 你说都是要处罚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要加重其刑 现在我们不管十四岁以下 七岁以下 我们要加重到十年 我再请教一下次长 今天就算我们加重其刑 来了 减刑 就算加重他能够做多久的劳 你告诉我要不要减刑 法部有没有评估过 你现在百年 百年这个建国百年了 大庆 是不是要减刑 有没有评估过 报告委员 事实上因为减刑 是属于赦免的一种 对 那这是属于总统的职权 要必须要总统 命令我们行政部门 我们才能够去研议 那是常识 是 但是我告诉你 依照赦免法第六条 总统得命令行政院 转令主管部 主管部门为大赦特赦 减刑复制 研议 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讲要交研议 是 我想请问总统下了命令 叫你们研议了没有 没有 没有 是 那为什么 这个 今年9月22号媒体报告说 法务部说将参考96年减刑成效 那吴敦毅这个院长说呢 减刑待评估 所以吴敦毅在立法院提出 建国百年将考量 最轻最减刑 那我就问你 法务部说将评估减刑的正面负面效益 参考96年实施减刑的成效 与各界意见 并考量矫正机关的收容情形 考量监禁律 再犯律 及减刑对警政司法的冲击 另外 此外 另对社会治安维护 及保障被害人权进行分析 供总统参考 报告委员 对于减刑啊 那这个总统没有下命令 那你们很计划了 我们没有研议要不要减刑 那我们 法务部一项对于 每一次的减刑 我们都会去检讨它的成效 譬如说它再犯律 或再入监律 那你应该说 就算总统没下令 但是平常我们认为这个业务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经常在评估当中 是总统随时有一声令下 我们各种资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谨供总统研议 是不是这样的 我跟次长说 现在黑道啊 特别是这个毒品圈中都盛传 那明年是建国一百年 政府可能会大赦特赦或减刑 所以呢 就算犯罪被逮啊 明年说不定就会释放出来了 这种预袭的心理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呢 大家会担心啊 因为你有恃无恐 你犯案啊 我现在先捞一笔再讲啊 我捞一笔赚保了 藏钱藏得好好的 你再抓我 反正经过几次减刑 就没有关系 是不是社会治安更坏 人心不安 社会更加不平 有没有考量到这一点呢 过去社 社这个字本身就很威权 你知道吗 专制时代 社我社免你 但今天要考量到 考量到到底是庆祝建国一百年 是大赦天下 减刑 让所有人从牢里面放出来 是这样子是庆祝吗 你是收买监狱里的人心 犯罪人家属的人心 还是你在制造更深的民怨 我觉得这都是将来 如果总统下面要你们演绎话 你们都要把这演绎进去啊 所以我们当然都会考虑到 这个被害人的感受 还有整个社会治安的问题 还有公平性的问题 你这百年以前所有的什么 什么大赦特色什么 其实都跟政治有关系 像前一阵什么 二二八六十周年 检验二十周年 这都是浓厚的一个政治气味 你二二八跟这个 跟现在现有的官员 放出来减刑赦免 有什么关系啊 你庆祝百年 你庆祝百年 把这个罪犯放出来 是什么关系啊 监狱太满了 放一点人出来 减轻监狱 让受刑人 日子好过一点 可以住的宽一点 因为人权很重要 因为不能盖监狱 所以把人放出来算了 我都想提个案子 以后哪一个人犯罪 进监牢 要自己交伙食费 你犯了罪 坐牢还要给你饭吃啊 所以很多人说 为了我没有为了没饭吃没工作 所以我故意去抢个 抢个钱 反正过年百年嘛 我可以赦免嘛 可以减刑嘛 我先捞一笔再讲 先抢一下 没关系 我去吃不用钱的饭 对不对 这个什么跟什么东西 我就不懂了 我不晓得 我可以告诉这个次长 你应该很晓得 96年对判刑 一年半以内的轻罪受刑人减刑 就提早出狱的 咽毒犯 吸毒过量暴毙的 对不对 有一天13名咽毒犯 出狱再犯 甚至于发生提早出狱的一轻罪 还轻罪受刑人 活活打死 台大教授 就那个案子大家都知道 那个还算了 七年前 陈坤明残杀年仅 八岁九岁 两个姐妹 八岁跟九岁 检方本来求处即刑 一二审的判 无期徒刑 以犯罪情节的凶产而论 这算清刑了 要是我根本枪逼一次 都还是太便宜他了 可是上诉到最高法院 更审结果是有期徒刑 十二年之后申请减刑是六年 去年除以今年再谋杀 一个二十七岁的妇人 可恶啊 杀了两个八岁跟九岁的孩子 法院之后的判断 判案是 是十二年 减刑成六年 出来再把人家 一个二十七岁的妇人给杀死 难怪社伦骂这什么司法 公平正义在哪里 骂我们 我们都变政客 法官造孽 还法官讲说 现在威权时代的判决品质不好 现在品质比较提升 见鬼了 是不是这样子 陈水扁更厉害 在狱里面大放绝食 我可以不要减轻 你让大家减轻 这算计 精算是真是厉害 政治动物 无耻 齐心可诛 如果不减刑 你的所有犯人跟家属讲 你看 他们是因为我阿扁关心 所以不减刑 如果减刑 你看 我牺牲小我 官司跟大我 你们都减刑 是不是 这个太可恶 但是我们今天不考虑你 陈水扁是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更不理你 整天会见客人 到底有没有特权 出去随便放话 随便指导 下指导期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管剪不剪 都跟你陈水扁无关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今天是不是 你这个法部关他的人 是不是出来 到底是平常 到底有没有怎么样 是不是 有没有哪些张三 你是王二马子 三不五十都去看他 吃饱饭太空 我现在在那边反应的是 民意不支持减刑 反对减刑不是没有慈悲心 你现在表现良好的就有假事了 这已经是个教化了 是不是不要烂冲烂好人 百年建国百年要给民众希望跟愿景 不是把众求当成百年国庆的贺礼 欧阳修众求论说 若夫众而来归而设之 可偶依为之耳 若屡为之 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谓天下之常法乎 我想所有念法律都念过众求论了 对不对 都念过众求论了 台湾的司法常被批评 法官量刑过心 恐龙法官充斥 身为法务部的官员 也是体谅一下民意吧 好不好 我们大家加油好不好 否则这账又算在谁的身上 你要仔细讨论 如果总统有叫我们研议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委员的 通通的研议上去 这些意见纳入 带上去 让今天这案子主席 过不过会有影响的 谢谢 好谢谢